其他地方得不到的,听听Wendy她的心格。 好,Wendy,把时间交给您。 好,谢谢Alice的介绍。 大家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 OK,那我跟Alice呢,原来在Sunnyville Office的时候, 我们是设一个Office。 其实呢,我从她身上也学了很多很多的说明知识。 Alice呢,是个非常的,是这种外冷,内热的人。 今天接触久了,就知道她是一个非常值得喜欢的朋友。 所以我也非常高兴呢,我们在这个故事团队上结识了很多的好朋友。 不仅在这个事业上能够相互扶持,我也非常珍惜我们之间的友谊。 好,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公司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公司的平台和系统哈。 那,大家一想到说这个公司的平台和系统哈。 其实这个呢,如果大家问我说,哎,我同样是做这个金融行业。 在Word Financial Group,或者是Transmark,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优势哈。 其实很多人刚进来的时候呢,也都是懵懵懂懂的。 包括我自己也是,刚进来的时候,你是听到系统系统这个词,真的是蛮冲向的。 那,其实呢,我们这个系统啊,那就像,我记得之前我听过这样一个讲错哈。 就说呢,呃,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呢,都是,就像这个电脑哈,就像我们现在用的电脑。 啊,硬件都是一样的,或者说硬件也有所不同。 哈,有的人们的memory,呃,这个快的快一点啊,或者是hardly start一点的哈。 这个是你进到公司之前,你自己的务工。 啊,另外就是这个software,什么是software呢? 就是你怎么样能够尽快的,能够understand这个系统,而且能够非常纯熟的利用这个系统。 那你这台电脑用起来哈,那你就是非常的这个,能够达到它最,最大的这个,呃,效果哈。 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是来讲公司系统的一部分哈。 哈,那公司的系统呢,用很简单的这样一个叫做business flow的这个format呢,其实就是说,哎,你刚进来是作为一个新人哈,不管你今天在线上呢,是只是过来做学员呢,还是说你今天呢,已经在准备考执照了哈。 啊,it doesn't matter,就是说你是一个新的学员,或者是新的agent。 啊,那你来做这个生意的话呢,那第一步呢,你当然是要什么perspective,就是说你要这个,呃,就是说你要去开拓市场,你要跟别人分享。 第二个呢,呃,就是说你要reaching out,你要reaching out,对吧?你比如说你把名单列了列,啊,那你不是说你就在这里臆想一下啊,这个这个客人就会来了,对不对? 那你还是要这个什么reaching out的,打电话呀,或者是,呃,呃,或者约他出来呀,吃饭啊,聊天啊哈。 第三步呢,就是presentation。这个presentation呢,可以是呢,现在都是zoom时代哈。呃,所以的话,什么叫bpm呢?就是business presentation meeting哈。呃,那我们这个平台就是每周三有中文的,周四有英文的,周六呢,也有英文的哈。 啊,就是说你等是借励哈,别的这种。 这个trainer呢,来讲这个,呃,这个金融的这个商机,或者呢是101,101是什么呢? 就是说,呃,这个人如果说,呃,他很有兴趣,那你可以约和你的trainer呢,在一起做这个网上的101的zoom哈。这个叫做presentation。 啊,这个presentation呢,的结果是什么呢?啊,有两个方面。一个呢,假如说这个人呢,很ready,哈,跟你一样,可能也是,比如说现在疫情期间哈,大家呢,呃,说实在了,呃,single income哈,one source of income呢,这个呢,已经不叫stable income哈,你一定要有这个multiple source of income。 啊,那这样人跟你要,诶,正好呢,也是,比如说这个vistness,就成了我们的学员,有agent。 啊,那就是说,过了学员之后,俗话说什么呢?就是说,呃,you have to own it, and then you have to share,哈。 啊,那可能呢,大家都是进水楼台嘛,自己喜欢的,对吧,觉得好的,那你自己要先就是,呃,帮助自己嘛,那也变成client。 之后的话呢,那我都做过了啦,那就可以重新进入这个诊息。 那我都做过了啦,那就可以重新进入这个诊息。 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说,哎,你这个朋友呢,呃,他呢,对这个生意呢,目前是没有兴趣的。 但是呢,他对这个资产的这个配置啊,这个规划是有兴趣的,哎,那成为了你的客人。 那客人呢,他又会你给他很好的service,他又很喜欢你,他又会给你referral。 所以呢,这个呢,又回到这个perspective content哈,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个公司的系统呢, 比别的传统的进入行业呢,就是多了一个工具。 传统的这个进入行业呢,就是从右边这条路进化,就是说, 你就是找你的客人,然后呢,客人给你referral。 那我上我们这边呢,说,哎,你呢,不仅那是可以变向我,我有好几个我的这个... 字幕子 donc事情宾我们这边部这么开心。 继续啊,都只是 OLBS。 就是要LAF symptoms。 MAKE isto和 серьез Saya却从这边部位置里。 最后呢, Mind intérieur是擠远时冬的。 总继继续啊,RECons 年代式的景宾。 那我首先因这是四个月的时候的话呢, 其後呢,那我呢 其实进 one栖位什么地方呢。 那我呢,我就不仅那里在 магазине Está。 那么在我问chnitt一个部分。 我呢,嗓住的形容,那你在其实呢? 我确实觉得这些理财的产品都是能够帮到别人 have a peace of mind,我确实觉得蛮好的 那我就想到说我有这个需求,那我诸位人也有这个需求 那自然的话我就能看到这个生意的这个情景 那我就当时多问了一下我的trainer几个问题 他看我好像蛮有兴趣的了解的 于是他就邀请我参加了当时在Sunnyville office的business presentation meeting 那我听完这个meeting以后就感觉有点叫什么 就是说脑洞大开 那忽然觉得说原来这个金融这个方向是蛮不错的 所以呢我就开始考试照就成为了一个新的agent 好,那在你做这个business一定有三步步 第一个呢你做生意呢一定要合法合理,要先拿执照 那你执照呢现在也可以在网上考 这个一般的话呢三十天你就可以拿到这个执照 第二个呢就是说你你有经验 就像我举个例子上,你从医学院毕业 你不可能马上上手术,他就手术,对吧 你一定有一个实习,你一定有经验经验 那最后一个呢就是说你得有customer 对吧,你得有customer 所以你有这两个,你要有这三项的 你这个business一定能做起来 好,就像我们在这个三个customer 有个人士叫Lina 他们和他先生呢是班的同学 那他在那边呢一个人也不认识 但是呢他已经有license 而且呢他已经在这个business 有十年的经验了 即便呢把他送到一个自己完全没有任何认识的人 那通过他的经验呢他也很看开拓出分心的天地 所以呢你这这中只要有两项 你的这个business就可以起步 那对于行人的话呢 你怎样起步是最快的呢 下面我来看一下 这个这个其实执照呢是最简单的 一般三十多天就跑过了 那个经验呢是确实是需要一个累积的过程 那这个市场呢我想大家进来的话 那一定会有熟人市场 那所以你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 非常自然的这样的轮动 那怎么来轮动呢 就是说这个呢就是我们常说的trainer trade run 或者叫做实行 比如说你是一个新人 那你刚开始呢你考过了执照 或者你还没有考过执照 那你一开始跟大家分享是可以的 分享这个 比如说这个财商教育的这个舞台啊 或者分享这个金融的这个 这个机会啊 创业的机会是可以的 那你跟你呢朋友分享的话呢 你跟他之间呢有更多信任 但是呢一定没有专业的信任 比如说我 比如说在五年前的时候我还是个新人 我原来是做工程师的 我考过执照没几个月 我呢就转身就变成专业人士了 我的朋友一定也不信 那这时候我跟我朋友分享呢 他们一定心里想哎呀这个 说的难听一点哈菜一点 我怎么敢把我家里的钱交给你还帮我还呢 可能也基于朋友的面子 可能给你开个小单啊或者推托一下 那这个时候呢我呢当时呢就是借我的mentor的力哈 那我就是 以分享的形式啊 无论是这个商业的这个商机 还是这个产品 我那是以分享的形式跟我朋友来分享 那如果他有进一步的兴趣呢 那我呢只是 做一个邀约的动作 我说那我刚刚在这个行业里起步 那你是我很好的朋友 那当然呢我要跟你找一个老医生 来帮你好好卖了 所以我就把它移建成我的trainer 那我的trainer呢 已经有十几年的资料了 那他们之间呢就会有这个专业的心理哈 专业的心理 所以这样的一个叫做这个 叫做trainer蠢一路呢 其实是非常有优势的 非常有优势的 那对于你的这个客人来说呢 他不仅有专业的这个服务 也有这个信任哈 而且呢有这个到位的专业服务 那对于training呢 其实呢你这样的就是说 就是学本事嘛 就像实习一样 那你看着老师 怎么样跟你爷爷爷爷的来估计 或者是在这个过程中 有什么样的objection 你知道怎么handle objection 对吧 那同时呢 你也通过你的trainer 呢帮你开自己的建立这个团队哈 那trainer呢 就得到无限的转介绍市场 无限的转介绍市场 所以我们这个平台之所以你看很多的这个 我认为尤其在后日期时代 我觉得现在都是个人的平台 那我是相信我们这个平台有很多很多的优势 但其实很大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的这个business model 我觉得这个商业模式决定了你这个企业有没有这个核心竞争力 所以这个就是我之前说的 很多人刚进来呢也都是浓浓懂的 可能就像我刚进来我也不是很明白 反正呢我这个人也是蛮就是说 反正Twinner教我怎么做呢 我就想Twinner一定是为我好的 而且我确实还是个新人是个菜鸟 那我当然要介意了 我也没有想到 但这些年呢我住下来以后呢 我越来越感受到 这个公司的平台的这个优势 也是也是一样的 因为这些年一直都有长期的双 double digit的增长哈 这个是在一个这个行业里面 如果你每一年都有double digit的增长 那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哈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 如果你是熟人市场的 你是有信任度啊 比如说像我有些熟悉的同事啊 或者是以前的朋友啊 但是没有专业的影响啊 他之前比如说你的 你的你的对于你的认识 你是个工程师 或者你是个家庭主持人 或者你是个realtor 或者你是一个比如说account 哎你几天不见啊 考了个执照 你就说你是一个金融理财师 拿死他的演戏 对不对啊 那第二个呢 是商人市场 商人市场呢 那就是说你呢是 对有时候那个 我记得我的班克服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我觉得没有 就是听起来蛮有 蛮可笑的 但是实际还真是实际上 比如说你去了一家银行 去了班克服务 哎这个这个这个 说的后面呢 做了一个这个西装隔离的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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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业务经理 那你以为呢 他一定是个专业人士 为什么呢 因为你根本不了解他的背景 只是他因为穿了一套 这个西装隔离 又坐在银行的这个位置呢 你就认为他是一个 非常有经验的这个班克 其实呢 他也是刚刚 进到公司一个月 但是没有信任度 对吧 那我也不知道你这个人 到底是怎么样 尤其是我们做金融行业的话 说在呢 大家赚的钱 都是辛苦的钱 大家都是对钱的这个 投资啊 还是有各个方面的配置 都是非常谨慎的 首先你得相信这个人 对吧 你相信了这个人 你说他说的话 你才能相信 所以这个转介绍市场呢 就是有个理由是 我刚才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 就是说 你是通过切力的方法 通过建议trainer的 professional的专业度 来帮你的输入市场 来无论是结单 还是来拓展生意 在这个过程中呢 你又不断地学习了自己的本事 那其实我自己呢 刚开始的时候 我是跟着我的 mentor 导师 做了至少有15个博弈 那我是那种呢 就是说 他总是觉得呢 我一定是 不过我的trainer 有几年 所以我老是赖着他 后来呢 我四个月以后呢 就当了MD 当了MD以后呢 我的trainer就说 哎呀 那你现在已经都是做到manager了 你不能什么事情都来找我的 简单的case呢 就要自己开始做 然后的话呢 复杂的case呢 你再帮忙 哎呀 那个时候 我是不是在呢 心里面挺怕的 因为呢 就是特别怕别人问我问题 因为这一半问题呢 我就就是怕说 哎呦 我没有那么多的货 我答不上来 就显得我很专业嘛 但是这确实是一个 需要累积的过程 我记得那时候 我和我的mantel 一起做这个training的时候 我觉得 哎呀 closecase跟喝白水一样 我说 哎呀 这个生意好容易做 等到我自己真正的 其实我那时候 已经不是很新了 我已经有四个月的经验了 我自己出去做 我也丢了很多的case 为什么 因为 其实 其实道理非常非常简单 就像说 就像我的导师 已经在这个行业 当时他已经十五年了 那他 见一个客人 说实在的 问几下 其实他就知道这个痛点在哪里 那我这个新医生呢 也不知道人家痛点是哪里 空戳西戳 说半天呢 你找不到痛点 最后呢 说到了半天 人家也不close单子 哈 那我是觉得呢 其实大家 尤其是新人哈 其实真的要珍惜哈 你跟你的trainer 做费用training的这个时间哈 这个过程 就像我 我后来 因为自己 我冒充MD了以后 我说在丢了很多的case 而且中间 struggle了很长一段时间 但是这也是每个人必须的道路哈 但是足备一开始上来呢 就什么都不懂去做 真的是 我觉得是这个 觉得是失败率会更高哈 所以走系统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呢 假如说今天呢 即便我讲完这门课 你可能也是 半懂不懂的 如果在你不懂的时候 就follow你的trainer 因为你的trainer 一定是会为你好的 就像 我的儿子 对不对 我有一个15岁的小孩 那我想作为母亲的 我一定是都是为他好 尽管他在这个moment 他不然一带 对吧 那你相信 这个父母的这个经验呢 一定要跟小孩子的经验 你在这个business 就是一个new home baby 你一定是要follow 你的trainer 他一定是为你好的 那你在这个做的过程中呢 你再慢慢的领悟 在慢慢的领悟 好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哈 这个团队合作 打开无限的这个市场哈 这有两个business model哈 左边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business model 我们跟公司的关系呢 我们并不是transmark 或者是wordfine 来手工的这个呢 呃呃 这个employee 哈 我们其实呢 跟他呢 是一个consulting的关系 我们就讲个例子哈 大家都知道uber哈 呃 比如说的话呢 呃 以前的这个出租车的行业的话呢 都是说 呃 比如说他了解美国的出租车的 呃 这个 这个行业哈 比如说国内还有不同的这个什么强生啊 不同的这个手气啊 这种出租车的这个broker 对不对 那你是出租车司机 那你是就是在他的这个broker下面对吧 那你要完成他的这个叫什么 叫缝儿钱对不对 啊 那你是他给你彭律 收他管制 对吧 他的车呢也是提供给你 啊 那在我们这个 那现在呢 这个啊 这个 现在的话呢 已经都是平台 都是uber啊 那你可以开自己的车啊 那你就可以plug out到这个uber的平台 其实我们现在呢 其实我的financial 传奇博尔特呢 其实是一个金融的平台啊 因为那他平台大啊 所以的话呢 他的后台也够硬 所以的话呢 他可以去跟很多的financial公司去签这个约 那他这个平台上所有代理的产品呢 只要我们挂靠 就只要挂靠到这个平台上呢 我们都是可以代理他平台上的产品的 有时候我就管我们叫什么呢 financial行业的cost 所以我们跟他的关系呢 并不是真正的employer和employee的关系 more like a consultant的关系 那model A呢 就是我说的传统的financial公司 那你是呢 就像我之前有个朋友去了AIG 那他们的话呢 就是你是他的影播艺 所以的话呢 当然他也给你一些福利啦 比如说有401K呀 或者是那个 但是羊毛粗在牙身上咯 你要完成什么 完成业绩 他有一阵子呢 完成业绩 头发都快 这个几百了 为啥 因为老板憋啊 就说你完成业绩 就又把它tick out了 而且呢 每个月呢 还要求他 不是每个月 是每个星期 要到网上 他们有一个可能是有一个名单吧 就说你今天呢 给谁谁打电话 没有那么多电话吧 他都是编出来的 反正是 反正是熬的是蛮辛苦的 熬的是蛮辛苦的 那我们这份呢 平台好处呢 因为你是一个 跟公司的关系呢 并不是一个影播艺 公司也没有给你什么福利 你是一个不是的手 那好处的话呢 就是说你比较自由 你比较自由 也没有业绩要求 但是不好的地方呢 也养了很多蓝人 反正呢 公司也没有什么 这个 这个 operating的成本 那有很多蓝人 就说 哎 没人冰嘛 对吧 那他也有 去动不动 但是真正想做这个 那也不会说 因为公司没有业绩就不努力 那么多劳多得 多劳多得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再来看一下 这个 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呢 的四个收入来源 这个的话呢 就是说 我们是一个business 我觉得在我做这个business 过程中 其实我自己 不自觉的 其实一直struggle的原因 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 很多时候 嗯 刚才呢 一开始 有一些 看着波动的 一些技巧 什么跟人沟通啊 对吧 其实这些呢 其实都是比较 简单的 表象性的 其实最重要的是 那个思维的方式 那 我记得当时 有一年 我们去这个 champion ball 我们在 Las Vegas 的一个convention 就是这个 叫kick off meeting 当时 我们的大理老台 在上面讲 这个 business mindset 我就听到以后说 哎呀 这个employment sat exactly 就是我 我觉得很多 进到这个平台上来的 其实大家很多时候 只看到表面的说 啊 这个做这个business啊 可能遇到一些挑战了 以为呢 都是说啊 自己人脉不够了 或者说 自己技能不够了 那其实最核心最核心的 其实是自己的 man side的表达为例 啊 那在这个business 你要是要用自己的 业家的 和心理来做这个business 做一个类型的 当你用一个 improvement 这个man side 你来做这个business 你会觉得千难万难 啊 因为你看 这人出来这个business 就会 像我们以前啊 每一天都要去 老书里格斯 啊 有人就说 哎 这个这个 这个 公司票 什么公司出啊 啊 是不是这个 饭食都是公司包啊 这就是典型的 improvement 他还以为说 这里就是一家公司啊 我们应该都帮你 包的这些啊 所以可以 做得千难万难的啊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平台上 最重要的 就是说 你从一开始 你要不断的去改变 自己的思路对方式 你今天进到这个平台 你是来做一个 精炉创业 并不是说 你是顺务于某一个人 你做 是为你自己做的 所以呢 也因此呢 我们有非常好的 酬金制度 哈 好 那今天呢 我就来细讲一下 这四个酬金制度 第一个呢 叫做 personal income 啊 第二个呢 叫做 training income 啊 或者叫trainer bonus 啊 第三个呢 叫做expansion income 啊 这就是开这个 分店 第四个呢 叫bonus income 那我一个一个系列 哈 第一个呢 叫做这个个体经纪人 哈 这个agent 这个非常简单 哈 呃 就是说像传统的这个行业一样吧 比如说 我今天service 一个客人哈 这个点数 我们在这个行业里的这个 呃 你计算你的佣金呢 我们叫点数哈 基本上一个点呢 就等到一个dollar 哈 这个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用一千个点 一万个点 一万个点 哈 那你不就是说你帮客人嘛 或者说做了不同的规划 可以是保险类的 年轻类的 投资类的 哈 哈 那这个公司的系统呢 就会有成本的规刷 那不同的产品 就是混合 像一样 反正系统会告诉你 哎 你这一个产材是有多少个点 好 那根据你在公司的这个级别 就像你刚进公司 你才是个新人 那你的contract就比较低咯 啊 就像我在这里已经做了五年了 那你是个新人 嗯 那你不可能说 啊 一上来你的工资 是跟我一样多的 是不是很合理 哈 所以的话呢 但是他这个 进阶的制度呢 是非常不利的 对于美国也是从 train associate的开始 往上做起来的哈 好 那你是train associate的时候呢 比如说这个 你做了一万点的这个 呃 transaction 那你呢 就是contract 就是25% 你这一个transaction 赚了2500块钱 你做到sauce的呢 就变成35% 那你这一个transaction 就是3500块钱 如果你做到marketing director的话呢 那你如果当初你变成50% 那你这个transaction 就赚了57% 如果你做到senior marketing director呢 这个transaction 就是60% 你就赚了6500块钱 哈 好 这个呢 是个人 作为个人 你作为agent 你说销售 你的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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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怎么就是commission 哈 这是commission 好 第二个呢 叫做培训奖金哈 就是说 当你在公司成立一个trailer的时候 那你中间呢 有个叫trailer bonus 哈 比如说呢 今天呢 呃 呃 比如说哈 我今天是smd哈 smd 好 那我的话呢 如果我底下有一个这个 呃 有个a a就是associate 或者是一个md 啊 那 我中间呢 还有这名的叫做这个 呃 叫做 雷讯奖金 因为呢 你会你要需要熟发手 教他嘛 不对 因为 我觉得这个是很 你 你说 呃 对于这些 就像我 我当年的这个 呃 manifor的话 他这么有经验 呃 那他自己 也可以去 呃 做市场开发 对不对 他花的时间 在我身上培养我的同时 他是不是也有这样的 培养的培训 基督 培训奖 就像 我想大家在美国 读过master的话 或者phd的话 一定是什么 你一开始做 呃 叫做 那个 助教 对吧 呃 一会是 那一开始呢 你在这个做 呃 吹 吹捏的时候呢 你的收入 并不会很高 等到你出途了 啊 再去毕业了 啊 那你的收入 你的就是 你的这个contract 就会不断提高 啊 那这个又回到了 我们的安德尼哥的曼塞 很多人都会说 哎呀 好像 觉得很剥削 啊 经常听到这种武器 其实呢 就是他自己 怎样来定给自己 他如果自己呢 总是觉得自己是可以 合意 好像 work for some other people 的话 他老是觉得自己吃亏的啊 比如说他是在 进阶的过程中 或者是说 在做垂液的过程中 他就会老是觉得说 哦 好像我 你看 如果我做这个transaction 你看我才赚了35% 哎 你看 我的这个manager呢 中间还拿了一个这个差价 30% 啊 如果用这种manage 做这个cassiness 一定是做不成功的 一定你会 其实就是说 你如果不happy 你一定做不好 一定做不好的 那 在我来说呢 我觉得我就是 应该做这个学费 你说 凭什么 我的mentor 要 操心操费的 把他身份的本质 都交给我 对不对 那 就是说 我其实呢 就是 其实 就是 讲学费嘛 那再回过头来 就像 你说 就像我一起在 高科技 因细工作的话呢 那 我是 一国 上面呢 有manager 再上面呢 有 senior manager director vpc 不是也 都是这样吗 那你说 为什么manager 赚的钱 比如我 对 其实在这个平台上 也一样 就像我 对吧 今天要给大家 这个课课 对不对 那我发还没有接 这个就是我的 responsibility 因为作为manager 那我就有 控制 做得到这个system 里面 来帮 来教大家 对吧 所以呢 就是说 他中间的这个 叫做培训奖金呢 也是因为什么呢 也是因为 他是 付出劳动的 所以就是说 如果他 比如说他 以前有一个a 那他中间的 培训奖金的差 就是30 如果他有一个md 他就为了差 就是differency 就是15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md 因为一个md的话 他就相对比较有经验的 就像我是做了md的时候 那我就不像一个 重新人一样 可能我的mantor 稍微点播点播我 我就 我就 guide it了 如果一个新人 我那时候经常 普通这个 一个学生区 问他问题 他要花很多的时间 所以这个呢 你这个中间的这个 我们叫override也好 或者叫培训奖金也好呢 是实际上根据你的signiorality 我们是说你越信念呢 你的这个trainer花的时间越少 所以的话呢 你中间的这个培训奖金呢 他哪里有越少 这个呢 叫做培训奖金 因为我一直在藏 然后呢 大家一定要 这个business的安算 因为 如果说你今天 就是md来做一个a 那你永远都会觉得不舒服 那你在这个business之中 就希望越做越好 这只是一个过程 就是你在这个business之中 有一个过程 慢慢的慢慢的 就像我 我是花了两年时间 做到smd 还做到smd的 好 那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 这个是如果说你自己 会agent的话呢 那你是有这个收入 这个呢 就是等于已经是个broker了 等于你带着这个新的 他就很轻人 好 第二个呢 叫做连锁点 什么叫连锁点 就是说 当你培解写眼 培养出一个 这个项目 就是所有的Ice 不管就像我的盘托 现在已经是CBC了 还有不准这个 没有关系 就是不准的title 好 好 好 那 好 当我 Alice 你跟帮我面读一下 我不知道谁的背景 是不是 那这个 那 比如说 我又培养出一个smd来的话呢 这个smd的话 等会是说 我成功的开了一个 virtual的 一个financial的broker 那我等会有一个 扩展的股权的收入 扩展的股权的收入 我们之前看的这张图呢 这个是一个temporary 比如说 如果说你从A做到MD做什么 smd 那你到时候和你的 这个trainer的contract是一样的 就是一个叫做 在我经常管的叫temporary override 这是一个永久性的 那它的percentage是多少呢 就是12% 我们管的叫股权风 比如说我的曼徒是康宁 如果我的smd的股权 如果能一年做一个million的话 那等于它 它从你这个smd的股权 一年有12万的分股 一年有12万的分股 所以的话 在这个不行的行程 就看你自己捡来 对不对 如果说你只是今天呢 就是说 赚个零花钱也一次 ok对吧 但是这个不行 其实是可以让你做的 很大很大的 那因为它是可以不断的 就像麦当劳一样 麦当劳大家比较有一个解 因为那是一个physical的店 其实我们这个系统就像一个 普通的店 因为培养成家 其实就是 国家里开了一个financial broker 第四个呢 叫公司的红利 这个呢 主要是什么呢 这个主要是 等到你做到smd 公司的话呢 是有这个叫做 绩效提成 就是叫bonus 你看它的 它有不停的poor 这个呢是给smd的 这个给emd的 这是给ceo的 那它的有不同的poor 那就是说 我的financial proof这边呢 它比如说 这个地度 它的 比如说它的业绩做得不错 它拿出来一部分呢 作为这个bonus 作为bonus 奖金 一个bonus proof奖金 这是根据什么来 来决定呢 是根据你的业绩 根据你整个团队的业绩 它来颁发的非常多 那就像 我不是每个季度都能拿到 那我有个季度能拿到的时候呢 一个季度也有差不多2万8 那这是addition to any other 这个银行 也是很不错的 也是很不错 不过这个呢 你 minimum呢 你要做等于是 cd market investor 是说 你要做到公司的管理层 那你才能够participate 到这个公司的这个业绩增幅上 好 那另外的话呢 我本来是进来的时候 这个系统也并不是很清楚 那我其实 嗯 当时能够 就像alice这样 我之前其实 在另外一个business上 做的也不错 那我后来当时吸引我的呢 其实就是这个 就是说它有这个 持续的后续收入 那我自己的想法也蛮简单的 我觉得呢 自己年纪有想法 总有自己做不动的时候 那我一定要使用dartic的银行呢 转化成passive银行 那我喜欢这个银行业呢 它是四代后续收入的 那这种呢 行业不多 比如说哈 除非你是作家 畅销书都错下 这个书呢 也有版税 你就可以 这个有这个后续的这个收入 那在我们这个行业呢 还有两个 一个叫renew 一个叫呢 叫resigual 或者叫trail renew 我举个例子哈 其实大家呢 每个人都contracted 有华的people 有income 就是这个意思呢 比如说你的健康保险 你的汽车保险 你的防护保险 其实呢 他当初帮你塞住这个保险的agent 你每一年交的费面 都有一小部分呢 除了你当初的这个 呃 这个agent 啊 agent 因为他不是要提供你customer service 所以这个呢 就是说每一年你交这个保费 他其中一小部分的一个户 当初帮你塞住一个计划的agent 第二个呢 叫做trail 一看 就是大家都在路线 是0.1k 是0.1k 是0.1k的话呢 他一定当初有一个fpn 帮你塞住公司的计划 那根据你这个公司的totorium 他每一年呢 也有一个持有的income 那这个呢 我不在这里细讲了哈 至于这个行业本身是四大股序收入的 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个四个收入象限之外 之外的话呢 还有这两个 还有这两个 就是说 做agent的收入同时也具有的哈 所以 我之前也说过嘛 如果说你今天只有一个one source的income 已经不叫stable income 那你们可以看到哈 像我们这个平台上呢 只要你很努力 其实你的收入是多人化 你的收入会是多人化的 好 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哈 这个的话呢 这个的话呢 这个的话 就是说 一般你做到MV的时候呢 也就是五万的这个收入了哈 我其实做MV的时候 已经拿了这个一百 他说错了哈 十万的月哈 刚才艾利斯一次说这个 十万的戒指哈 就是在我们这个系统里面呢 有一个recognition的一个机制 就是说当年呢 过去 都是一年的哈 你过去十二月的收入 达到了这个milestone 五万呢 叫落实 十万呢 叫hundredk ring 二十五万呢 或者五十万哈 这个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平均的哈 你看我呢 这个呢 是MV的时候 我就已经拿了十万的 嗯 然后呢 我还不是EMD 我也不是CEO 但是我 SMD的时候呢 我已经拿了二十万 或者十万的 那这个的话呢 是公司的这个erate 哈 大家可以看到呢 嗯 它有不同的 这些呢 都是啊 SMD啊 Cineer Marketing Director 哈 那大家可以看到哈 这个呢 是有 你知道吗 就像 嗯 有人赚的多 有人赚的少 这主要是 跟他个人的努力有关哈 那呢 你像SMD的话呢 最高的呢 有六十一万的收入哈 你看我就是偏右边一点 那有些人呢 就偏左边一点哈 那如果你就到CEO呢 你看哈 最低的 就是四十五万的收入 最高呢 可以达到多少 十 嗯 一点九 你得将近两百万哈 一百九十万的收入哈 所以呢 那在这个行业的话呢 呃 但是这绝对不是一天之多哈 那我看到很多团队的这些 收入过百万的呢 至少 都是要有十年的积累 不过现在呢 是这个互联网时代哈 呃 呃 现在是好像我最近 呃 呃 有提一个讲座的话呢 呃 有的人呢 有的人呢 不需要使得 一些 就可以积累到 呃 一年一百万的收入哈 啊 啊 这个呢 就是我刚才跟大家提到的 就是这个 这个 或者叫 Permanent Override 就是说 当你自己 呃 成功的培养出一个 SMB 啊 那 你的话呢 其实呢 它是这样子哈 就是说 它有 呃 多个层面的 就是说 你的第一个 Generation 一样的 SMB 那就是那 12的互联网 那 第二层的 那 是6 4 3 1.51哈 因为呢 离你越近的这个 SMB 在他身上花的薪水越多 那第二层的话 因为你中间的这个 SMB 你也会花时间 在它下面的 所以呢 这个是递减的 那有人说 哦 你们会不会是金字塔呢 啊 啊 这个呢 绝对不是金字塔 啊 为什么呢 呃 就是说 呃 因为呢 如果 所以我一直都在强调呢 做这个Business 最主要是 改变你的思维的方式 其实呢 很多事情呢 从不同的角度看 你的所看到的 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景象 比如说今天 你如果 从底下 往上看 你有办法 你自己 是在中三个国家 对不对 就像我在东西 做Engineer 我原来在哪里 那是哪里面的时区呢 呃 那个是 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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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所以那个时候的话呢 那我是个Engineer 上面 Supervisor Manager 一层一层 对吧 那我就是在 那我能不能突破成为 呃 呃 这个公司的什么 Director呢 Senior Manager呢 I could not have a new chance 因为我的 因为我的 英文也不是那么好 我又不是 呃 我原本本身也不是计算机的 这个 就是说 我是后来也是转型的 就转型的 对吧 所以我也不认为 那我会在 corporate里面 啊 这个corporate 那 那 但是在这个 附近的事情呢 我会觉得我是可以的 他 我只要慢慢的接 他是没有 没有 情景的 那比如说呢 如果你从上 往下看 如果从你 开始往下看 你能 有多大的 团队 最后呢 是根据你的 团队 以你这样 为一个基准点 你的团队 有多大的业绩 你是可以 超过 你的这个 啊 你的这个 附近的啊 那就像我的附近的 康尼的话呢 他这些年 非常的努力 啊 他的手术里面的 基本上 越超过了 啊 之前的 他的 mentor 也是他的 mentor 基本上也退出了 啊 那他的 mentor 是一年挣100万 但是呢 如果 康尼的话 一年将近 赚250万 所以呢 我就想告诉他 在这个 moment 没有完全见 It's ok 我就想告诉你呢 在这个期末 的平台上 是非常非常 功能的 啊 没有说什么 先来后到 就像 你们现在也知道 公司啊 尤其是9月24 25的这个 公司的考问 一定会很 很快 真的是 新的 是优秀的 这个导人 不断的无限 很多人都是用非常 短的时间 能够 做到非常好的 这个 呃 这个收入哈 所以真的是跟个人的 努力有相关系 并不是说 你早进晚 It doesn't really 好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传统的公司 我刚才其实也解释了 其实传统公司跟着说 哪里不是精子弹 啊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思维方式吧 如果你老是 或者是自己把自己 认为说是一个微妆明星 总是觉得自己是被欺压的 我觉得是精子弹的 一些 可能在传统的公司 我们影響 也确实是这样 或者是自己把自己 就是一个小公司的 对 但是在这个公司 一开始你可以吃一个 啊 就是底下来休息 但凭着你的努力呢 你真的是可以 一点一点 成为公司的 senior manager 这个 path呢 是achievable 而且有很多很多 的chip 啊 那在传统的公司呢 我也见过啊 啊 中国人也是 爬到很高层的 也有 啊 真的是不多 但在这里呢 是非常多 大家去看一下 公司的 一个部分 啊 之前有好多中国人 的名字 但是看他们的名字 也知道他们是中国人 那 所以在这里面呢 是在传统的 现在是职位有些 机会有限 但我们在这边呢 是机会中央的人工艇 好 公司的分配制度呢 是合伙人质 啊 人才也稳定 多劳多得 生活不上限 渠道透明 只会均等 环规烈意 天洁 经济 我觉得呢 一个 呃 其实我是觉得呢 一个 呃 就是 你如果做创业啊 呃 就像 呃 就像这个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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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的力量 真的是 一定是要有 团队的力量 那团队的力量的话呢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 其实就是要有一个 呃 我之前也做过啊 我之前也做过哈 还有我听过我周围的 其实大家一直诚意 到最后很多的时候 是因为没有一个 这个 共同的一个 编面 或者是一些 呃 whatever 上面的分子就是 都 都分到一点 目标了哈 那我记得我 当年有个很好的 朋友呢 他还有他的先生 啊 和他 然后呢 他先生的哥哥 啊 等于还有他先生的爸爸 他们等于是 三 三个人各出了 三十个情 呃 做了一个 那刚才 就说 然后大家呢 刚开始的时候还ok 到后来呢 公司稍微 稍微 一些工资 然后就开始成熟了 而且是 大家想想这个关系吧 一个是 弟弟 和哥哥 哥哥和父亲的关系 最后又因为在 我不记得具体是什么事情 反正到最后呢 又是反而成仇 去哪个关系 最后呢 就是 就是 我记得那个 女孩子当时 就是 因为公司一下 他辛辛苦苦 做了这么多年 因为 晚上 官司之后的话 他真的是 那些engineer 他要付钱 那个时候 一年要十万 有一次 他居然跟我说这样的话 他说他要去卖市 因为公司乱不下去 然后 后来 他实际上 跑到中国 天津的科技员 因为他是 那个时候可能有一些什么 制度吧 他是 日韩嘛 又在国外拿着社会 他独行天津的科技 远达了一部分 资金 才能够死败 那后来这个科技也是公传西餐 所以 我觉得 在这个平台上的话 很重要的就是这个指导品 我们这个奖金 制度 这个 这个都是很 很重要的 而且呢 是人人均等 就会有蠢 就不会有蠢的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然后的话呢 就是 我们能够什么呢 就是 有这样的一个 连锁的方式 所以我一直就在讲呢 其实 你要去看一个公司的 核心竞争力 其实呢 就是连点 一个就是人才 一个就是人才 那 那 就像 我做的还不错吧 所以的话呢 之前也有AIG 啊 还有 Mirror of Life 上来就有很高的持维 让我生活 明镜的 我来的情况 那 我心想呢 我原来的 Psychology 公司打工 我是 一个活力 我是个打工的 我今天即便是Mirror of Life 或者是AIG 我无非 我无非也是个打工的 我只是说 级别高一点 做到Manager 对不对 那我在这里呢 就是我自己的 Business 我自己引动的 Business 对吧 所以的话呢 我是 所以我就在想哈 当然我也 就是说 就是在这个平台上 你去 你能够来参加我们的 考核上 你dipper 能够引爆 workshop 或者是一些 出力 发现来 在这个平台中 有很优秀的人 包括Alice 那 大家就要思考 其实呢 你看哈 如果你炒股票 并不是说看这个消息面啊 看这里看那个 最重要要看钱的流向 比如说哈 这个钱 流到哪个板块 比如说进到高科技呀 还是进到哪里 对吧 那其实你去看一个企业 往这个流向来 进的话 说明这个领域呢 是很有前瞻性的 有产生性的 有产生性的 第二个就是 公司的商业模式 商业模式 大家可以去思想 包括 Alice 对吧 像这些 它的核心竞争 其实是它的商业模式 那么我们 公司的核心竞争 就是我们 我刚才听到的这个系统 包括什么 包括我说的 Tainer Tainer 包括我说的 这四个项线 这个收入 这些 都是它的核心竞争 都会有 它有这些 它能吸引好的人才 到这个平台上来 真的也是 好 那建立系统 快速复制 如果你是学员 第一周 那你就是 学而席之 117 是什么意思呢 七天以内 你会有一个 然後有一个 很简单啊 你自己组织要哈 符听你自己 那你自己就是 要 你拜拜 那另外 你组织去一个朋友 我想你 不用这么 你只要一个朋友 你能和他分享 只要进来学 拿了这个学号 你帮他一起 和潜在的人才 第一个月呢 用刀出生 就是说三三三十 三十天以内呢 有三个孔 三个孝孝呢 同时呢你可以 从TA变成A 我第一个月的时候呢 其实我有的群里会去看 哎呀我这个需要等到 下一期 你这样做是不行的 这个就是一波一麦三的 你一定要做不是 有单做做了还要在那里等 我要做一个三三三 那样子的话真的不是做生意 那个就是来听一听 然后呢 然后的话呢是 启动企业建设初步经理 那就是初级经理的MD 一般呢现在三个月 三个月如果是大家 成为企业家资深经理 那这个的话 那这个的话 你升级在 啊快的 像我们那里 就叫吵死他时期 五月就刚来三不一 那你看每个人不一样 那我们是花了两年的时间 所以呢就是 你在这个事业里面呢 其实的话呢就要看你自己 怎麽样来用心 怎麽样你肯来转换 它有一个思维方式 其实每个人的道路是不一样的 但中间都是不一样的 它有一快一点慢一点 那我喜欢这个系统 我是觉得 就像爱丽西讲的 我觉得我是把它 还是用一个lifestyle 来 来 来玩这个 我觉得呢 在这个平台上 不仅可能说了很多 也才在 就是 映入到我自己 形象 同时的话呢 我也可以放弃到我 在玩这个 Business的时候 我也有很多个人的成长 我觉得 我之前以前 有很多的这个 man side上的问题 我没有认识到 其实 Business行李也像 赵雕金 当然 Business 就是说 有瓶颈 其实 外面的东西 其实 都并不是实际的问题 都是在你自己 很多的时候 是跟自己的man side 有问题 所以的话呢 我觉得我很感兰 就是说 以前我跟我儿子的关系呢 非常的不好 因为呢 我这个妈妈呢 就是说 不是虎嘛 但是呢 不是很会教养小孩 就是 经常会 对她 比较大声的说话呀 这些嘛 那我在带团队的过程中 中间有很多的 使用 我慢慢领悟到 诶 其实呢 在这个Business行李 你做得好 俗话说呢 叫 安家 帝国 行天下 那你去看 做得好 因为家族 都会很好 为什么呢 因为她家族好 不是 不是因为她家族好 是因为她自己 吃费了 这些方面的能力 她不仅可以把家族好 也可以把生意外的好 因为在这个Business里面 我学到了很多 什么样的 经验人 那我也知道 关系出问题出在哪里 我把它apply到我生活中 诶 那我现在跟我讲 关系的非常好 所以我就是觉得说呢 这个Business 真的 我为什么越来越喜欢她呢 是因为我觉得 我能成为一个be a better person everyday be a happier person everyday 同时的话呢 我还在一步一步可以迈向财富自由 而在这个平台上呢 可以接持很多很严秀的朋友 那我的期待呢 就是说 我还有过一群制度套 的朋友呢 我们一起 把这件事情做起来 都财富自由了 老了的时候呢 大家呢 就是说都财富自由了嘛 然后说走就走 比如说我们可以去 打博小说一两个月呀 那一群朋友 可以陪着你嘛 那谁的朋友呢 就是吃吃喝喝的朋友 你的友会那么生活 那做这个Business呢 因为大家已经经历很多的活难 就像唐僧许晶 对不对 那最后 如果我们都能够达到终点 这个西天许晶重新的话 其实一起来 照顾一下当年穿越的这个 这些 这些经历 其实都是非常宝贵的 所以呢 今天呢 我就是在这里 跟大家来分享一些 我对这个系统的一些认知 也希望今天 我的讲课 大家有所帮助 好 我们下来看一看 这个时间 如果我们还有时间的话呢 可以提出自己的问题 阿妈 艾莱西帮我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的 我们现在在 插头中里没有什么问题 那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把你的麦克风打开 直接问掉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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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问你 是不是可以 可以分享一下 我们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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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来的